《杜月笙》 然而真正了解皇宫馆的人都知道,家里的真正的主人是一个女人,名叫林贵生。 林贵生1877年出生于秃州,年轻的时候貌美如花,早年林贵生来到上海大拼,被黄金荣看中。 在经过疯狂的追求之后,林贵生下嫁给了黄金荣,当时的黄金荣还只是一个小捕快。 后来黄金荣在林贵生的帮助下,事业做得也来越大,成为了上海贪大人,而林贵生也成为了上海口号女流氓。 杜月笙从高桥镇来到上海贪食,一无所有,甚至连吃饭都问题,后来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进入了皇宫馆工作。 出来乍到的杜月笙做事十分谨慎,他言语不多,很会察言观色,为人又比较勤快,很快和皇宫馆人员熟悉,了起来。 但杜月笙也知道,要享有出头之日,必须受到黄金荣和林贵生的重视,尤其是林贵生。 终于,杜月笙的机会来了,有一次黄金荣带着手下出去办事,家中只有林贵生和几个打杂的,突然有人来报,自家的沿途被别人抢了。 林贵生很着急,可是此时身边又没有别人,杜月笙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,于是便主动请应,要去抢回沿途。 林贵生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杜月笙,可是身边又没有可用之人,只能由他试一试。 杜月笙没有让林贵生失误,他单枪匹马,一个人拿着一把枪,就将烟土抢了回来,林贵生从此对他另眼相看。 在以后的日子里,杜月笙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,慢慢地成为了黄金荣和林贵生的亲信。 转眼间杜月笙二十八岁,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,她的心中也有了心上人,此女名叫沈月英,也是一位苏州姑娘。 她容颜轻利,秀发如云,杜月笙被她迷得魂,不守舍。 林贵生在得知情况后,十分高兴,并让黄金荣作美,亲自上门提亲。 才得知杜月笙,没钱操办婚事时,林贵生一口气全包了下来。 更为重要的是,林贵生还让黄金荣播出一个赌台给杜月笙,好让杜月笙自立门火,因为黄金荣一共就几个赌台。 而且每个赌台都日进抖金,黄金荣还有些不舍的,还是林贵生多次劝说,才同意给杜月笙。 杜月笙正是靠着在赌台的历练,才一步步成为了上海贪青帮大佬。 可以说没有林贵生,就不会有以后杜月笙的辉煌。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,杜月笙举家搬到了香港,临行前他最后一次看望了年迈的林贵生。 此时的林贵生已经和黄金荣离婚,独自一人生活,他见杜月笙来看望,十分欣慰。 建国后,林贵生一直过着隐居生活,1981年身为曾经的上海侯号女流氓在孤独中去世,享年104岁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